大五輪沙灘前一天發生溺水意外 造成三人死亡 週日一大早出入口拉起了封鎖線 許多前來吸水的民眾都鋪了空 因為市政府前一晚宣布沙灘關閉一周 晚上住這裡 早上還來玩水 現在可以進去嗎 現在他們說不行 本地人還好 不知道外地來的人 越跳越遠他自己不知道 等他發現的時候來不及就被衝過去 我們昨天救了五組人 就是兩組 白天的話就是兩組逆比 我們現場在執勤的時候就拉了五組人 市長謝國良一大早會同了消防局 警察局 產發處 關銷處等單位首長 前往現場了解事發經過之外 強調市府會研議改善安全方案 才會重啟開放沙灘 我們在過去的十年 以沒有管理的水域 包括說大五輪沙灘跟潮進公園 其實是有很大的死傷差別的 沒有管理的大五輪沙灘過去十年 一共死亡36人 平均每年3.6人 沒有管理的潮進公園 每年死亡 十年來死亡19人 現在的夏天 而且也因為極端氣候 也因為颱風的外環環流 其實海域都很不安全 游客來看可以游泳 他就游 看要可以潛水他就潛 可是如果危險的話 我覺得我們要提前去思考 那我們後續會在這個禮拜以內 在這關閉的一週的時間 我們要做很多的規劃管理工作 那包括我剛剛也跟救生協會講 就是說要有很完整的配備 跟救生的現場 第一時間是要有 我認為是要有 最起碼要有動力的船 跟第一線能夠在救援的環境 如果說你說一個海流 那有一個救生員在岸上 他只有游泳去救他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如果海流發生 就是因為有危險 才有不同的海流 那救生員同時間也是冒險的 如果他是游泳過去 他又不是船 他也是要冒一個風險的 所以我個人會希望說 他是在船上救援 而不是以他的肉身去游泳 然後在危險的這個海量環境中 再把人拉回來 包括市議員洪生永 林沛祥 鄭凱琳 及宋偉利等多位議員都到場關心 希望市府能夠做好安全措施 避免類似意外再發生 我們沒有安全就沒有 沒有安全就沒有娛樂 那這個安全上面不只是說 現在水上救生隊在這邊想說 想辦法說 每一個地方站要停下來 民眾不會願意停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邊上面的停車跟各方面的東西 也很 也讓我們所有急救單位很難 很難再進來 我想我們 我認為應該去跟對大五輪沙灘 全基隆市目前最擁擠的沙灘 來去做一定程度的規劃跟改善 除了大五輪沙灘之外 消防局也統計 潮進公園潛水區也是發生意外的熱點 就用市長謝國良隨後前往潮進公園視察 決定潮進公園潛水區關閉一周 到了假日將近有千人的人次會下海 所以我想目前的整個救災跟救護的機制還沒有完全 所以我們目前是評估在今天之後 我們可能會暫停潮進的開放一周 跟大五輪沙灘一樣 那我們剛剛來看現場 我是覺得大家都是背著氣瓶 或者是有著海洋自己的運動跟裝備 所以如果發生事故的時候 要來救援他人 根本就是很困難這件事情 所以也沒有一個專業像消防局這樣的救災機制 所以我請他們去探討一下 那一到周末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有比如說救生艇 跟相關的救護人員來協助 那我們在這一周內 就是要來思考有沒有機會 來做這樣子的事情的一個補強 天氣這麼好 有很多人都會想下海跟潛水 這部分我們還是要做更多的一個規劃跟防護 那比現在其實沒有海上救援機制 就是要報警找199消防局 然後人再從消防局過來 我覺得那樣感覺都有一點反不及其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會去思考一下如何改善 那因為現在整個水域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來 可是並沒有一個我們講的說 你說救生員或是一個救生船的那樣的一個機制 那未來就是期待有這樣類似像一個救生站 或是一個救生員的一個機制 起碼在中國人比較多的時候 能夠保障大家來這邊遊玩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基隆接連發生溺水意外 市長謝國良欽赴現場 也承諾會提出相對應的解決辦法 保障到海邊、汽水、遊客的安全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